对方话题来关心 受疫情影响 高雄又归的不老温泉和保来温泉 业者已经超过三个月没收入 快撑不下去了 幸好高雄市府宣布 20号起有条件开放大众泡汤 让业者判得了一丝生计 等了三个多月 终于能泡汤 游客一早直冲保来温泉区报道 但明明是在户外泡温泉 却得戴口罩 也让民众忍不住抱怨 戴口罩比较忙碗 泡在温泉池中体温飙高 再戴上口罩难免呼吸不顺畅 另外泡温泉不能淋浴 同样困扰 尽管限制多民众不习惯 但为了防疫安全还是得配合 高雄六规温泉区 今年五月受到疫情冲击停业 好不容易盼到七月降级 八月初又遭逢雨灾 爆发退定潮 挺过三个月零收入 终于能在二十五号 有条件开放 在这次八六水灾 是受伤比较严重的 那我们希望消费者 可以继续来支持我们 回危已久在开张 业者除了加强清销迎客 也希望政府早日开放蒸汽室 SPA 淋浴间等设施 增加游客上门意愿 协助观光产业渡过难关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